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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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周周周明 香港来了 我們是OI FOOTENTERIUS的 兩位長大人 我是張景奈 李宗盛 明顯我們還沒有想清楚 要說什麼 我們隨便先開始好不好 其實我們也不是第一次來成都 我們來到幾次 公司成立了五年 大家是五年吧 五年以來我們第一年 一個相互就有在成都 我昨天 一四五年 到現在 最近我們也剛完成了一個成都的相互 對 所以我覺得成都這個地方 我們來說還是很特別 對 他其實是我師兄 然後我老師在下面 謝謝潘老師 謝謝潘老師 然後其實 今天我們下午的主題就是 協志就是什麼 社內設計是什麼 然後我們其實想說一下 其實生活我們做的是什麼 就跟張老師 張老師說一下 這所謂是體驗的一種 所以不同的體驗就是不同的 空間的四個 然後我們社內設計的角色 其實是什麼 其實我們 在做設計師的時候 我們其實要想 就是我們覺得 就是客戶的個性很重要的 而且就是那個空間 有什麼的個性 而且我們怎麼在裡面 發揮那個空間 去做我們的設計 而且我們認為每個品牌 他們自己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我們怎麼將我們的手法 還有他們的個性 去告訴來體驗的 嘉賓的體驗 對 因為我們其實做的一個就是 比較遺憾空間的 秀請空間一類的 其實說我們是做 電影院設計比較多 所以我們對那個空間的體驗 想要表達的可能 可能會比較重視一點 對 然後其實剛才那個照片 我們是 我們公司第一個項目 對 這個是我們公司的第一個項目 其實是在內地的 它是兩個品牌 他們在國內 共同創作了一個電影院 所以我們剛才就說 我們怎麼去用這個手法 把這個故事告訴大家 就比如說 因為我們覺得 好了 兩家公司一起合作的話 他們可能會發生一些火花 這次火花其實不知道是好還是壞 但是我們覺得 火花其實是很漂亮的東西 對 我們就把這個火花的概念 放在天花下面 但是做了第一任以後 客戶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挺像我們品牌的定位 這比較年輕 比較獲利的一種 然後就說 要不要把我們 往後再開的電影院 都放這個人數在裡面 然後我們在想 因為我們那個場地都不同性 我們想要把不同的個性 不同的故事 放在裡面 所以就 這個應該是 另外一個 這個應該是在成都的 一個照片 對 應該是成都的一個 一個優芳廣廣場 裡面一個英法 UA電影場 對對對 然後其實我們 在不同現場 不同牆地 我們不同的發揮 也不同 比如說是這個 跟之前那個 這個是一個比較素的 一個顏色 在天花 然後在這邊 我們試一下 不同顏色 配搭在下面 然後在布局下面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第一 因為我們簽下來的時候 就幫他們做了八家 然後就每一個 我們都覺得 因為空間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覺得 都要給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每一個觀眾 對 比如說這個 這個照片是上海的一家 在東橋的 對 同一個平台的 對 然後我們用那個 顏色跟天花下面 造成的配合 做出的不同空間 下面白色的 這個應該是連接到那裡 而送的 對 然後前面的 比較特色的那邊 就是小白布的那邊 然後到這邊 它是一個比較特色的 它是一個單凍色的 一個大樓 然後裡面就有 某個電影院 所以 在這個空間上面 因為他們樓底很高 所以我們去看場地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 如果把我們的 那個設計理念 我們怎麼可以 放在這個空間裡面 可以利用到 完全全地利用到它的空間 然後 所以 我們從這一邊 剛才 剛才這一邊的話 因為它分成兩層 所以我們 其實在做電影院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想法 因為我們剛才說的 都是體驗 我們就要 給它一個體驗是什麼呢 給它一個 好像是 沖上雲霄的 感覺 然後 其實我們想說的 就是 前面這個案例 我們在想再說 其實這個 不同的設計上面的體驗 其實也 掛線到我們 一個 同一個 語言 多樣 多樣法 因為我們說 同一個語言的話 肯定要不同 手法去演 我們想要 怎樣 不要亂出來 比如說 一個是 出海的大陸 佛山上跟 上海的上路一樣 這 看得出來是 同一系列的那個 協制 那是不同的手法 然後之後 我們要說的是 一個想像力 就是 因為我們去 每一個場地 我們先看場地的時候 我們都會觀察 那一邊 那個場地 自己特有的 特性 比如說這個場地 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它 它 結構性很強的 它 那個 衡量 那個柱子 都很突出 對 這裡說的 想像力 我們可以分為兩種 首先 第一種就是 我們協制式的 想像力 比如說 剛剛說 我們到現場的時候 我看見 現場這個場地 我們可以怎麼發揮 而再說的話 就是 我們想要這個 項目完成以後 因為我們做的空間 就是 體驗性比較高的 比如說 比如說 觀眾能夠 很多觀眾 從不同地方 去 這個項目 然後 因為 他們是去看電影 這是我們想要做的 就是 他們一進去 那個 電影的大堂的時候 已經知道 我們是要準備去 到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我們想要把那個 想像力 賦予的觀眾 就是 他要走進來 他就覺得 電影院是怎樣的地方 電影院不是一個書店 不是一個餐廳 是一個電影院 我們想要把這樣的概念放出來 所以在這個空間上面 你可以看到 我們用了原有的一個結構 你可以看 我們也是把它外露出來 然後我們再加上一些 結構性的東西 從天花 場面 還有地面 那些圖案 把它 就是先 顛覆了整個設計 對 所謂的 顛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原有的 那個結構 把它 就放進我們那個 鞋子裡面 剛剛說的 不同教型 掉下來 不同教型 配合 顏色 然後配向的話 就顛覆了 它原版 那些結構的 那個 感覺 然後再 我們再把整個 通勤成長 從小意思 就是說 我們想要把不同 要 focus的地方 這種 講不出來 不同的人 也有不同感受 然後另外 我們 在講故事的時候 也是會 就是 我們可能 跟客戶匯報的時候 我們也會跟他們 講一些故事 比如說 這個例子 就是我們 上一年 我們就 一簽就把兩個項目 簽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講 有一個故事 可以把這兩個項目 連串起來 對 因為這兩個項目 就是一個是 在上海 一個是在深圳 客戶就是 這個想要說 要不 因為我們兩個項目的 那個 完成時間 有點近 有點近 對 他們說 要不要把兩個故事連起來 然後 我們就開始想 我們說 我們說電影院 最重要是什麼 這是電影嗎 電影就是電影院的起點 一個起點是什麼 起點其實是一個 對一個 整套電影的一個構思 那我們是從 怎麼開始我們的構思 就像我們做 室內設計一樣 我們開始寫一個 劇本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東西 在想 很多東西想放進去 劇本裡面 我們腦海 腦海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思索 和不同的靈感 在裡面 我們想要把這個概念 放到這個大塔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 其實有不同的顏色 物料 這個 教型 想要配合起來 這變成的靈感在 天空佛子的意思 就像是在你 老海裡面 活動的 然後這個段落的意思 就是說 因為 其實 已經剛剛有 靈感已經說了 把它寫出來 寫出來 就是放進出門裡面 其實這個段落 我們就比如做成 電影院裡面的走道 只是它也是我們從大塔走到電影世界 影廳的一個中間的一個範圍 一個多度空間 你可以看到這個照片裡面 很重 應該就是我們用了一些方向性的 木條 還有一些不同的燈光 還有一些不同的物料 去做一個引領 就把觀眾帶領他們 到那個電影院裡面去 然後這個就是在聖鎮的另外一個項目 然後剛剛說 我們怎麼把兩個風箭串引起來 我們想要把這個 剛剛記得說 那個局本已經寫好了 寫好了 我們怎麼把它 看到那個 放過來這邊呢 我們想要把那個 局本那個動感 浮現出來 你看到下面的造型 其實我們就是想 在想像他們在 現場去拍電影的時候 可能他們會把那個 局本捲起來 捲起來的時候 還有那個放動的感覺 那些線條還有光線 就帶動了整個電影院的大堂 然後你會看到 我們也利用了一些 條紙 就像一個局本捲起來 還有放動的那個動作 然後這個 跟之前相台那個 差不多概念就是 我們怎麼把觀眾 從大堂帶進去 引聽 我們想要說 這個異色的那個 流動 其實從大堂位置 這裡 就是在這個 走進去裡面 走到那個感受 其實你可以看到 那些動感的曲線 都是圍繞著那個 茶面還有天花 然後他就會慢慢把 人理那個觀眾 到那個影廳裡面 好 之後我們再說一下 品牌定位 這品牌定位 其實很重要 我覺得 因為我們 我們要不要做不同的客戶 應該有不同的性格 他們不同的服務的品質 跟那個範圍 跟這個空間的性格 季節有關聯 剛才那個照片 也可以說 是一個想像力 我們剛才也有提到 因為那個想像力 我們這個空間其實很小 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原有的樓梯 我們就想 這個樓梯 肯定是我們這個項目的一個主題 然後這個主題怎麼表現出來 其實這個是 在香港這個項目 應該是我們做過最小的 最小的電影員 但是最貴的 所以也是造價最貴的 所以然後其實 我們就是想 你怎麼把那個個性解錄出來 因為這個是 我們這個客戶 他們在香港第一家 比較 地段比較好的地方的一個店員 而且它這個 也是有一點點歷史的價值 因為它之前那個原子 是有三次都是做為電影院 而且現在其實那個大樓 它原本都不是 有電影院這個空間給你的 所以他們是把那個 商場的位置去改造 然後這個個性 我們剛才說是怎麼配得出來 我們想要從 顏色 物料 質感 燈光 還有其他他們 自己的服務的那個範圍 就放進去 同一個空間裡面 就把那個個性解錄出來 比如說剛才說 有那個實用性的問題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跟 做空間限制 我們跟客戶要求有關 比如說他這邊想要走一個 墨西哥的路線 因為他賣的把 餐飲還有就是 裡面的酒水 就是從那個墨西哥當地 就有一個 動詞的靈感 所以他就想把這個東西 放在他們電影院裡面 然後要配合這種不同 影韵模式的那個 概念的話 我們可能要專注的跟他 瞭解一下他們想的 其實想要做的 什麼樣子 比如說是怎麼感覺 然後最後就到溝通 其實我們要說的溝通 是我們跟客戶的溝通 而且就是客戶把我們 把我們的設計做出來 然後我們的設計 怎麼去跟那個觀眾的溝通 所以整個是 一個完整的原因 就是先我們跟客戶溝通 想要他們想要簡現 什麼個性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跟司機動 溝通 最後我們知道 成品 成品就是 其實是 甲方 就是我們客戶 跟觀眾 想要一種互動的打轉 對 因為我們還是比較新的公司 我們好後 有一個品質 應該可以放出來 就對於 就扭解我們公司的一個結構 就是這我跟他兩個人的結構 可以放一下那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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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最深刻的一次 我們在 我不知道哪個機場 我們下機出旅程 下機就收到同事的訊息 說我有一個項目 在現場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是這樣要解決 這件事 我真的想想 怎樣 當時我是這樣想 其實有時候 我們做設計的時候 有時候 有些事情 其實不容易吃吃 當然我們要想辦法去解決 但是 在那一刻 我跟他 其實是 無能為力的 你覺得無法解決 你都要給一個解決 你都要給一個選擇出來 那一刻我覺得 其實急著一時 那你給一個選擇 也是選擇 然後大家就靜了 我是CM 首場 是實樂設計師 公司 五年了 我是阿Kan 張宏偉 我也是一個實樂設計師 我們公司的project 最主要其實是 做一些娛樂空間 就是戲院 我們每做一個project 其實我們去幫 那一間戲院 去做他自己獨立的角色 我們很希望可以 把不同的東西 放進去 不同的地方 我們甚至乎 不想別人一看 就看得出 這是我們要做的project 設計是屬於我 我可以做設計 但這個project其實是屬於 外面的 室內設計是屬於 一個服務性的行業 你要幫他 去達成到一樣東西 而不是客人 幫你達成到你的東西 付出客人的要求 中間你去尋找你的快樂 雖然他有個階段給你 但是你都可以 和你自己的專業 加入你自己的創意 幫他完成那個project 你會覺得自己 拉起司機前 有新 創技 或者怎樣給你 很討厭 不是 很重 很重 你說一下 我又在等你 有 當時後 遲了職 又有一個朋友 他打電話給我 喂 我們有單個project 我也要你試一下 然後 我就找了我爸爸 一起去做這件事 他說我會落到第一次 那時候 工作都已經很容易 做很多工資 都只會這樣做 從來都是這樣 有什麼目標呢 或者在這一行 年輕是管轍 因為年輕不能輸 就好像我們開公司之前 我覺得如果我們這個project 我們真的做不到 那我們就打工了 我經常都想問 究竟年輕設計師 這個顏頭可以用多久 以及身世可以用多久 因為我公司都不年 但是總叫身世 即是如果你在進行一個項目 中間表現出來 年輕你可以形容為力 你可以形容為創意 但如果你處理得不夠成熟的話 他就只會是不成熟 我想年輕是 你利用到的就是一個管錢 好 謝謝 謝謝天 謝謝天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下一位獎姐 獎者就是俊佳設計公司 創始人陳俊佳先生 請 大家好 我叫陳俊佳 別人都說整個教育會不像 是不是 好 那謝謝大家下午好 然後我就是陳俊佳 也謝謝IDA今天的 解析的邀請 我其實很早就來的程度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 看過我們公司的作品 然後帶回我演講 雖然講過很多次那個演講 每一次上台的時候 還是會緊張 開啟的時候都講得不太好 好 今天的主題是 新設計 新生活 其實這個確實跟我們公司的作品 還是挺切合的 主題的 因為我們做過很多不同的 生活相關的設計 然後我們都在講 設計一種生活方式 然後我們特別對這種生活方式 設計過很多不同的案例 然後這一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想法吧 我們做的設計都會跟生活有相關 我們在想設計的時候 都會想你們怎麼會喜歡這裡 所以我不會好像今天早上 江老師說的 其實也不會一個形式一個問題 因為一個外觀 它只是一個視覺效果而已 但是我做很多新商業會比較多 那種新的業務 然後新的不同零售 不同的電風形式的那種 創意比較多 那所以我會覺得 這種空間 怎麼讓你們會喜歡 才是最重要的 怎麼讓你們會想留在這 然後沉浸在這個空間 也想再來這個空間 我覺得這個才是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的設計來講 才是最重要的一個點 那所以我覺得怎麼考慮 你們覺得很舒服 而且很願意留在這 這個才是我們設計的一個起點 設計是美好生活方式的創新者 確實我覺得 設計能帶給人很多的改變 特別是你怎麼接觸到每一個東西 每一個空間 還是每一個產品也好 也是設計師花很多心思來 給大家跟這個產品 和這個空間來互動的 那所以我們 這個設計師嘛 都要想很多將來的事情 因為大家認為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同樣的東西 你們會沒興趣的 那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要想 一個讓你們覺得很有心意的一些東西 然後才是我們的最重要的 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 帶給大家更多的心意 包括生活 包括其他的狀態也是一樣 這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我們的公眾號 我們公眾號 這隻貓是我的前台 它叫陳英俊 它是我回來的一隻流浪貓 設計師很累 每天工作都要加班 都要做很多不同的 做的熬夜啊 然後做六週天 那所以 我們的靈感 來自於什麼呢 其實來自於 怎麼放鬆我們自己的生活 來自於我自己 或是我的團隊的體會 然後這個也是我們靈感的一個來源 這些靈感很多生活的小點小點 就會帶到我的設計裡面 待會你看到我的作品 我們公司的作品的時候 你會發現 沒有一種很俊傑很考慮 設計的一種風格 因為我 我認為我們做的一個設計 是為我們的客戶做一個設計的 我會盡量 沒有我的影子 然後我盡量想把客戶的 剛剛 NCM 他們也講過 把那個空間化成客戶品牌的性格 帶出來 這個 也是我們的設計觀點之一 DESIGN BEYOND NICE 是我們公司的一個slogan 就是 意思是說 中文翻譯為 別人用眼鏡看設計 其實 我特別認同 其實一個設計 不單單是一個 一個視覺 一個表達 一個視覺 很有衝擊力的一個東西 我更在乎的是 它的體驗感 就是因為 我們開啟設計的這樣 然後 後面我們接的商務都會 跟我們這個定位很相關 大家都已經 市場變化很快 大家已經不單單只是想要一個視覺的形式而已 大家會更在乎裡面的體驗 其實裡面 現在很多都會講 體驗是設計 然後 我有一個員工問我 然後 到底 你體驗的是什麼 我就想了一回 然後 這是在體驗裡面的每一個過程 每一個體驗的 你走進這個空間 或者是你裡面的五分鐘 跟你裡面的十分鐘 你會體驗到什麼 這個才是體驗的一種根本 所以 但是我們不是不重視視覺 我們也重視 但是我覺得 也有一樣 更重要的東西 就是 它的 裡面的感受 這個 這是我們平時的 也是 我們做了一個策劃案 然後跟 跟生活相關的 其實 簡單一點說 我們的生活 狀態 就是離不開 意識 住行 這幾個部分 那所以 怎麼讓你喜歡這個地方 我們的設計 怎麼讓你們留在這 其實都離不開 這些狀態 所以 我不喜歡 很 怎麼 雖然要表達自己 但是 我很在意 設計你們內心的感受 這個是 我的 設計的想法 看見 看見個朋友 好 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生活方式體驗的 複合空間 大家都講很多叫複合空間 全部被複合 這是不同業態的 不同的 不同的 這種內容 就是 大家在成都 知不知道 有個品牌叫 顏己佑 顏己佑 是我們的 從它開始到現在 就是我們 跟他們一起成長的 我們一起走過六年的時間 也創造了屬於 成都的一種生活方式 所以我 我 對這個品牌的請一節 還是很深的 然後我們做很多 因為 顏己佑的 我們很早之前 跟他服務他們 然後這種 不同生活狀態的項目 就找到我們去做 然後包括有 二次元的 怎麼看我也不像一個 二次元的人 但是 我也可以做到二次元的項目 能夠把二次元的生活方式 然後帶到一個 綜合體裡面 現在 二次元大家可能 覺得它是一個 很小眾的東西 但是不是 二次元是很大眾的 我們現在可能設計的一個 是七萬平米的 一個購物 然後它 全都是一個 二次元主題的 一個 一個部分 然後還有 其他的 新型的 銷售中心 叫TOD TOD 是一種 城市規劃的一種狀態 待會兒也看到 然後 我們借助的面 它是挺廣的 還有兒童教育 還有做幼兒園 然後有文旅項目 其實文旅 現在是幾年 是特別熱的 然後我們有一種文旅 所以做非遺 非遺之為遺產的一種項目 怎麼全成我們的 中國文化等等 然後包括電影院 我們也有 但是還有聯合辦公 還有養老項目 大家開一看 現在我們公司的作品結構 都是圍繞著你的生活 所有都是真的跟你生活相關的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大家都講 告代上 但是現在講的 真的是生活方式 市場在變 城市在變 文化也在變 但是我們世紀也需要跟著變 跟著這個變的過程 我們公司就是這種定位 做我們的作品 顏吉佑 剛剛也大家看過 我們做過很多大店 應該裡面有一些會認得其中一些 包括成都的IFS 還有鐵普凱德也有 這個兩個大店 這個代表著文化家 現在都講什麼什麼家 什麼 我們需要一個主題 一個整體的主題來帶動整個產業鏈 其實他們的內容是一樣的 但是它需要有一個核心的主題 第一個研究 也要代表性的就是文化家 他是賣書為主 然後周邊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演講 有咖啡店等等 很多 剛剛說的二系元 我們也還在做這個項目 其實我們需要了解很多 中國市場變化的東西 為什麼有這個品牌出來 大家看到它好像那種跟 什麼 COSPAIR 或者那種粉紅 什麼的那種東西的 都是二系元其中一種 但是其實它的市場是值幾大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二系元的記憶 在你們牢裡面 但是怎麼把二系元的這種東西 導成一種生活方式 或者是一種上業的狀態呢 這個也是需要通過很多研究 需要很多的前期策劃的工作 我們才能做得到 這個也是非常特別的項目 合肥萬科叫做兒童教育 所以我們的體驗形式 我們電腐 我們的市場 都是想電腐市場的一些東西 包括銷售中心等等 我們以前的 大家印象的銷售中心 都是一種很易進去 我是趕著一個土豪 一個高代上的富豪 我們買個房子 走出來 原來就遛了一個圈 就買了一個小房而已 但是它會給你死了 但是我們現在的那種設計 是希望你真正了解到 為什麼你需要這個房 這個小區給到你 是什麼生活方式 給到你一個什麼的 童景的一個地方 我們設計想給到你的心事 是已經不一樣了 剛剛說的TOD 看到今天你會不會覺得 我們公司的設計很跳躍 從未來感的東西 從文化的東西 從兒童的東西 從二十元的東西 然後還有 真正做一個銷售中心 加幼兒園的一個東西 再到後面的是老人 我在有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會覺得自己 其實快崩潰 因為我的腦裡面 閉上眼睛 做的是未來感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隻手 就看那個老人的東西 另外一隻手 就看那些二十元的東西 我就感覺自己好像 快分裂了 好像好像一個 但是都是要把自己的思維 能夠走進這一種的狀態 然後來給到這些設計 做得更好 其實老人上部跟兒童上部 還是我特別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 我們公司能夠給到 社會是要趕盡的 我覺得這個是 還是我們覺得 對社會有點貢獻 這個還是我們有一點 除了真的賺錢以外 覺得也對社會有價值的 一個工作 好 那個最新的一個妍己佑 妍己佑也在講一種的 生活狀態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 體驗生活可能 然後 他們是想 創造一種屬於他們的 生活狀態 包括 你裡面的 不同體驗感 包括 你怎麼把 喜歡帶在這個地方 以前的商業邏輯 已經不一樣了 生活 或者大家的生活都改變了 你們的消費習慣都改變了 就是以前大家都在講一個概念 就是衝動是消費 你進去之後 這個設計怎麼怎麼 然後你就想買個東西又走了 但是你可以網購 對吧 現在呢 都希望這種設計 能夠 讓你留下來 讓你留在這個空間 可能三個小時 五個小時 哪怕是你一家人 都可以留在這個地方的 一種 一種形式 所以他們會結合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 讓你 一直都留在這裡 這個就是 延吉歐的 在一個 廣州CPT的一個地方 王府中環 就是延吉歐這個品牌 真的是代表著不同的生活 一種新的生活 剛剛是那種很上目的生活 生活方式 然後在 王府中環 這個呢 它是代表著 藝術的生活方式 我們需要把它的調性去變 我們常常都會做一個設計的時候 會考慮這個品牌 它要怎麼去改變 以前大家都會講 扶植 扶植一個店 然後怎麼複製它 然後到現在就不一樣了 現在是連鎖 不扶植 然後我們都會給它 一個不同的故事 然後不同的背景等等 然後也會有不同的 裡面的氛圍也會有不一樣 但是 它都需要有同一個品牌的特性在裡面 我常常會做這方面作為一個比喻 就是 一個店出來 它已經有它的性格的年紀又滿 它是繁體字 設計的設 然後拆開三個字 然後把它拆開之後 它就代表著一種創意 代表著一種生活等等 所以一個品牌我的理解是 我只是換了一件衣服而已 好像今天我上台演講了 會裝得比較症狀一點 那平時我上班的時候 會裝得比較輕鬆一點一樣 但是穿出來的感覺也是我 這個才是我們設計的一個力量 我在插播一件事情 在今天我的朋友來了 他也是名利的老闆 然後他也是我們六年來的一個合作方 他是我認識成都最好的世界的事工單位 給他一點掌聲 大家可以認識一下他 他裝飾很厲害 我們每一次都希望做到把他攔到他做不到的造型 多難的他都做得出來 好過分 包括這個IFS的你們應該看過 這個是未來生活可能 這個也是我們給他們的一個品牌定義 這個店的一個故事 跟他們跟你們講一個 真的只要我們才知道一個事情 這個時候 言紀又是在探國裡裡面的對面 方索是先開的 言紀又是後開的 但是方索那個時候已經有非常大的那個 那個盡力度 然後我們就 老闆就給到我們一個任務 就是說 老闆給到我們一個任務 就是說 我要你打敗方索 這個 然後但是他們是十幾層樓高的那個層高 他們就有很長烈的空間感 後來是他們的故事也非常之強烈 因為在泰國裡裡面那個 大池室 這個 這個山洞的一個 長金閣的一個故事 他們就很長的背書 能夠給他寫故事 但是呢 我們這什麼沒有 只是IFS下面的一個商場 然後下面有一個超市 什麼故事都沒有 然後 然後我們最後就想到的是一種商業的策略 然後給他給方索作為一個對比 因為方索是很重的文化感的 然後呢 我們就不用文化這個點來供這個點 我們就用未來生活這個點來創造我們這個複合空間 它有四千多屏 但是方索還大一些 所以我們特意為它的定位 其實一個定位是非常之重要 它會影響這個品牌給大家的認知的 那我們給到它這個定位之後 大家會覺得未來感它就屬於那個 那個研究的 然後很文化的 就屬於方索的 然後只要是它有的 我是不做的 然後它沒有的 我就放大一些 這個作為現在的未來生活方式體驗的一個複合空間 然後這個是杭州的來副市的研究 其實我們每一期都會把生活相關連起來 這個我們用一種杭州人民 或者是大家對杭州的印象給到這個店 所以我們作為它的主題 同時我們作為它故事的開啟 杭州給大家的印象 都是一種風景很好的一個地方 杭州八景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是這個景觀的一種很臭相的意 然後放在我們設計裡面 我們想把一個店需要有情懷的 它有感覺的 它有內涵的 這個內涵你會認同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新生活式設計的一種狀態 但是我們要符合它的美觀要求 所以我們每一期的項目都會用這種 為這個品牌加分 為這個品牌定義的這種方式 來給它設計每一個店 然後我們也連續六年了把這個研究還在做 現在也在做 剛剛看到那個天花是不是很難做 它在第二層 第二層在消防等等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但是明利他們那邊也是能夠幫我做出來 我常常在我朋友圈裡面也說 我希望下一次有一個設計 他們難到他們是做不到的 所以還在挑戰他們當中 這個是天福凱德他們第一個旗艦店 天福凱德的第一個店 是在天福新區的那個位置 所以它的每一個故事都會不一樣 我們做品牌的時候 都想把每一年的故事都講得不一樣 要保持這個品牌的日路在哪裡 這個就是我們的每一年的工作 好 這個美好生活場景是 美好生活這個概念 你們知道在誰先提出來的 萬克地產 他們從傳統的售樓領域裡面 都跳出來在做一個城市的運營商 他把很多周邊配套做的 以前地產上是不是做的 他只賣房子 現在不是的 他把周邊的也做了 他把幼兒園也做了 他把老人院也做了 等等等等這種東西 所以現在的這種銷售中心 我們把它顛覆起來 已經不把奢華這個概念給到他們 我們把一種生活狀態 生活形式給到他們 我們這個盤 這個樓盤是做 它是一個幼兒園 這個非常出名的幼兒園 放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把兒童這個概念 然後放到整個感覺 放到這個銷售中心裡面 但是我們保持了它的功能 但是我想把裡面傳統的感覺改變 原來一般大部分是 就是做銷售中心的時候 都會把上面掉一個非常誇張的水晶燈 有多誇張做多誇張 但是我們就把童話 小孩子在畫畫的一種形態 形狀 然後做為我們的裝飾品 我們其實也不是完全 沒有任何商業的想法在裡面 我們其實想做遠心銷售 這個遠心銷售也是把你留在這 然後你留在這的時候 不是小孩子可以跟你聊天嗎 因為小孩子在玩嗎 那時候你會更加認識更多 這個盤的好處 周邊有什麼東西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也拍了一個視頻 關於這個項目的 給大家看一下 麻煩放一下那個影片 謝謝 然後 然後Design Beyond Nice 也是我們的理念 其實我們公司 不單只是一個室內設計公司 我們同時也是一個策劃 加室內設計的老筆牌設計的一個單位 就是我們是綜合的解決了很多問題 你剛剛看到的那段片 是我們自己自己拍 然後自己演見的 其實剪刀片非常難拍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剪刀片的小孩子 你看到小孩子 當時是每一個大老闆的兒子來的 所以你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問題了 我項目都沒了 這個很可怕的事情 接下來就是其他的 還有在進行中的項目 其實有一些都很快就會出來了 大家可以關注我們的公眾號 來看一下 我們很多的新的一些項目 也是跟美好生活 跟這個組織非常相關的一些項目 包括龍湖光聯的COD的一個概念銷售中心 然後它同時需要滿足政府 滿足地產的一種新型的銷售中心的一種 新的銷售中心方式的做法 也有成都花園年地產的一個最新的一個要兒園項目 這個項目非常非常有意義 大家知道花園年是沒有要兒園頂牌的 它不像萬科它有美夏教育 它不像那個其他的碧桂園有一個貴族學校 國際學校它沒有 我們把它重新策劃開始 有美這個品牌 然後從品牌定位開始 然後從它的VICI品牌到室內 等等等等 一套的形式把它設計出來 所以我們給它這個定義 是一個用審美 用美學來進行它的主要的定位 一個新的要兒園品牌 我們給它起了一個名字 它叫花花學園 然後你們很快就會看得到 因為它在臉底就會出來 還有也是萬科的 它在海南 給它做了它周邊的一些生活的東西 這個雖然商務很小 只有一人一千坪左右的一個小空間 但是它也是能夠給到城市很多的影響力 很多的活力 然後包括它的它有很多業務的 然後包括文旅 這個賽琴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也是給幼兒設計的一個幼兒園 然後再一次謝謝各位給我今天的時間 能夠在這裡給大家分享 也希望大家能夠關注我們的公眾號 然後給我們的設計 能夠大家分享更多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Kell 好接下來呢我們有請Sense 哲平亞洲公司 史創合夥人 趙學強先生 跟我們分享 謝謝趙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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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参与了滴滴众安这样的公司的投资 所以两年时间头发白掉了 但也觉得自己真是在和我的搭档一起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那所以我今天讲的可能会跟各位前面的设计师们讲的有很多不同 他们的图片都好漂亮 我都不好意思站在这台上了 不过既然来了还得要混下去 万一待会儿你们觉得不好呢 就赶紧上厕所 然后等潘老师讲的时候再回来 当然你们也可以打瞌睡 因为我的PPT很枯燥 一点都不好玩 所以万一你们真的愿意停下来 我会跟大家鞠过宫 感谢你们给我时间 好 所以刚才那个小兄弟上来说他很紧张是吧 其实我也紧张 但我会先搞死自己 因为我唯一知道的其实就什么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 可能就在我讲的这一刻 我PPT上的很多东西都奥特了 都过时了 所以我就干脆把自己搞死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也是我跟大家说 你爱听不爱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实在不好听 那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有四个部分 我就大概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讲 一个是特征 所以特征是对这个时代的理解 既然你说你是跨界的 那肯定不要从史维设计讲 史维设计他们香港的都好厉害 我就换个角度讲 那第二个呢 就观点 就任何的事物 其实没有对错好坏之分 只有你从不同的角度 去看这个事物的方式 同样的一个物体 你看的角度不一样 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我以什么样的角度 来今天的这个评解 那第三部分呢 我有一些案例 这些案例不一定是我的 但它只是用来说明我的观点 实际上我满长时间没有做设计了 我更多的在做设计管理 品牌管理 然后资本运作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跟各位报告 我的图片没有他们漂亮的原因 那么最后一个呢 我想谈的是 基于这样的一些现象 这样一些过程 那么它引发我们 有些什么思考 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 是那个功夫拳的 写福山的那个 那个泳村拳 这个里面有一句话说 当高手在一起的时候 都不讲功夫讲想法 我今天暂时把自己当高手 所以我不跟大家谈功夫 我们来谈一谈 你有什么想法 其实这个事件真的是想法决定的事件 你们同意吗 OK 好那我开始来讲 真的好枯燥 要上厕所的现在可以开始了 那我请简短的把我们所说的五千年的历史放在这个上面 其实蛮简单 希望能把它分成了三个间段 那第一个间段叫神学时代 那第二个间段叫哲学时代 第三个间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时代 那下面有一条小字 特别小的小字 三千年以前我们叫前神学时代 中国好早好早 我们说上下五千年 我们不管它了 然后农业文明其实有三千年的历史 工业文明有三百年的历史 而我们现在所谓的信息时代只有三十年的历史 我想说这个想说什么事情呢 就是中国人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我们没有哲学时代 我们也没有工业时代 中国只有所谓的这个 没有绝对哲学时代 我们只有一个 一个以文化和哲学混合在一起的时代 我指的哲学是什么 是纯粹以数学和逻辑为核心观点 诞生出科学的这套东西 我们没有诞生科学 所以我们不但没有诞生科学 我们今天还一下就从农业时代 进入了信息时代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变化非常非常快 我们需要快速去适应 我们要不断地去学习 我们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OK 我把它大害区分了三个时代 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就像前面的小兄弟们不断讲到的 我们今天是个体验的时代 我们今天是个人工私人的时代 我们今天讲究的是体验 我们要有个不一样的感知 对不对 但最后面的逻辑是什么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逻辑比较肤浅的认知 今天看到大家讲这个PPT的时候 不像我们那会儿 都一个PPT就好了 甚至都不用排版的 是吧 现在他们都是视频 是动漫 还有各种手绘 各种媒介 但实际上 这都是表现的这一段 今天的设计是要用的东西 可能不再是我们过去 真观笔拿着画一个 这个CID的图是吧 或者一个 一个比较超前的 我们会用到柄这样的一些软件 那今天可能是CAM这种 你终端设计好 直接可以倒入到 我们的CNC进行直接加工的这样一个场景 那这样的称呼方式呢 在商业上我们暂时把它叫做C2F 也就是说未来的设计 好像已经不再是我们站在台上的这些设计师 而是外面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会是设计师 不单如此 商业的场景变得越来越的复杂 越来越的竞争的激励 每一个新的形式都不断地在去推出 也就是说 可能在这一会儿有人推出一个软件 你给它三秒钟 它给你五千个方案 所以我们的创意 我们的左脑右脑都在受到一个挑战的时代 这是让我感觉特别特别恐慌的一个原因 这也是我逃离设计师 开始去从外围去看设计这个行业的一些 一些后面的原因吧 我开始去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 OK 那说到思维 说到这个模型 或者说到我们未来的一个理念 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 智慧越来越全球化 我这几年基本上都在外面飘 那去年去了美国的七个城市 包括硅谷 然后包括去了斯雅图等等 然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不断地去看项目 去看最新前沿的东西 我觉得今天你做每一个生意 由于受到互联网的 这样一个基础平台的影响 基本上可以把你的设计 你的产品很快地卖到全世界 但真正解决问题的智慧 其实是很本土化的 因为文化的属性的原因 让我们要在本土化的一个思想上去思考 就如同 滴滴打败Uber 这是我想说明的其中的一个案例 对吧 Uber其实是学的是 滴滴是学的是Uber 但他在本土化的过程当中 他却是被一个 他的抄袭者干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待一个市场的时候 它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我的后面都是这样的 你们要听吗 不听我就下去了 真的吗 很唠叨的事情 反正就是我头发 弄白的一个重要原因 感谢大家的掌声 我就继续 OK 那身处在一个科技时代 就是技术资本和人才之间形成的一个巨大的驱动力 它在瞬间改变我们的竞争的环境 就好像在刚刚的前一课 我看到一个新闻说新华社推出了一个虚拟的播音员 他正式已经上班了 好像美国已经有更先进的可以代替记者写文章的了 所以我在想问这些老力工作者还可以干什么 但是他大体有几个方向就是 技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个金融的或者竞争的材料 他已经上升到改变了社会形态 那金融呢 它助力了技术的这个发展 得以快速的去应用 比如说我们前几天 满大间都是烂掉的自行车 现在少了很多对不对 其他后面的推手是金融 OK 那新物种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什么是新物种 太多了 这里我就不展开 待会我们会去谈到 就是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它瞬间出来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 如果说乔布斯当年发布一个手机的时候 我们觉得哇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 但今天已经变手人手一步人手多步了 而且里边不断的有无数多个这个软件APP在公里去使用 每一个APP后面其实都导出一个巨大的一个商业的机会和一个巨大的竞争 当然软件的物种发展是非常快的 而硬件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的新物种 可能在市场上比较多的我们会想到是这个这个叫叫叫叫什么呢 把冬家乐升级为民宿是吧 然后把城市酒店升级为精品酒店 其实不但是这样 不断的发现你需要大量去整合更多的信息 我昨天是在上海 我想一想我在哪个城市 我昨天在上海和这个乐可可上海的公司的boss在一起聊天 他提出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用到的方式叫整合设计 我说太巧了 我五年前在清华讲课的时候 我讲的是全景化设计 其实今天你们都用到了很多全景化设计的东西 已经不再是死为设计 我们开始把其他领域的东西 比如体验交付式体验 原来是计算机的 对不对 多场景体验原来是电影的 蒙太奇剪辑的方式是电影里的 我们不断的去跨界跨界跨界 今天有谁说他不是跨界设计师 我想跟大家泡一个镜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跨界你必死 同意吗 下面有没有跨界的吗 那我劝大家赶紧跨界吧 OK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基于某一个特定的一个空间 产品 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 非常非常多了 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商场买一瓶矿泉水 你会发现那你可能有五十个品牌等着你选对不对 然后你要一个一个任何一个产品对五十都给你选择 因此最后面就带来一个逻辑就是所有的商品你必须差异化 因为你不能差异化就不被认知而不被认知就不能形成品牌 好当你有了品牌之后你会担心我师傅拥有定价权对不对 因此你要不断去跨界跨界去整合到更多的资源 那在这个跨界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面临第一个问题叫边界的溶解 就是所有的边界好像都消失掉了 而进一步我们发现 不仅仅是边界边能解 所有的商品都会在浪费当中使用 很简单 浪费变成了重要的消费 过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商品都是 要不断的去用的 我记得小时候我家还比较好 我夏天还可以穿灯草笼的裤子 其实是没有衣服换 因为冬季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裤子是很牛的 然后到了夏季还没来得及换 其实天气已经很热了 到我们的老一辈都不会把剩菜剩饭倒掉 而今天无数的商品都是被浪费掉 对吗 我们就在今天诞生了一个世界新的奇迹 叫双四亿购物集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把那些商品买来真正用 还是重新变成家里的新的一批垃圾 但其实我们在不断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因为前两个的原因我们发现 你要做一个品牌你要做一个品类已经非常非常难 过去我们说是死为设计师 而今天我看到他们说我是做电影设计的 我是做生服设计的我是做什么什么设计的 有没有发现他们被细分 设计师这个行业已经被细分了 更别说快消费 一个洗发水有多少个准备 可能我们已经再也想不起来了 是吧 所以这样的产品品牌不断性细分的过程 可见我们的竞争是多么多么的激励 OK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 由于开放信息的流通 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得以开阔了眼界 他们的审美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跟过去我们基础的客户来说 今天更多客户可以和我们有更深入的交流 因为旅游带给他们更多的体验 咨询给他们带来更丰富的感知 所以他们可以有不同的东西 但我们发现后面的逻辑是什么 过去我们的审美是来自于 这个基于道德的忠诚 就是过去我们发现 原来这个东西简朴才是好的 是吧 我们要有简点的思维 但是今天浪费变得好的去了 所以思维模型的改变 带来我们的审美 从道德性审美 而进而变成纯粹性的审美 什么是纯粹性的审美 我就是我 我爱怎么造就怎么造 因此它后面会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人的这种自我塑造 以及自我的标榜 过去的体现就变成审美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大家都知道 美是一种重要的竞争力 而审美趋势的改变则在竞争环境当中带来了一个新的方向 当然还有一个审美也是很重要的 由于经济的提升 我们的客服 帮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有民主自信 所以这几年最流行的风格是什么 是中国风对不对 是我们要有自己的民主风 我去年在巴黎最时尚的肩头发现所有的顶级品牌的出仓都是中国风 不但是中国是这样 而且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所以他们也跑到这边来 开始去学习我们的文化 然后把它转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产品 那我把这个关于审美的路径再进一步去深化一下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成绩 就是过去我们有什么商品就买什么商品 我们就觉得那个就很好 对不对 设计师给我们什么 我们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生产者社会 赖酒性是一个道德性的一个标准 因为我们追求赖酒性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有道德的消费者 但今天不是 今天我们开始从道德性审美 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审美性审美 也就是说我们进入过全新的消费社会 什么意思 我们开始面对的是一个可塑的一代 比如说我们开始消费大量的整齐 是吧 我们开始要独特的衣服 我们要开始DIY 我们开始不断这样的一些东西 OK 然后呢审美取代道德性审美之后 那么开始有一个重新认识自我 什么叫重新自我 认识自我的前提其实是我们丢弃了自我 而丢弃自我 人是不会心安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找回自我 所以不断的有人要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去证明我是正确的 但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就大家看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书叫乎乎之众 其实就是大众是绝对有跟随者效应 也就是崇拜者效应 就是我刚刚在前面两位演讲的时候 我去了洗手间 我看到旁边有很多在玩直播的 无数多的人其实是根据直播来去消费的 对不对 因此即便是开始自我塑造自我审美的时候 跟随者效应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么基于前面的这一些原因 商业开始抛弃大批量生产 开始以工厂思维的方式被淘气掉 而开始转向消费者思维 开始转向一个更深刻的对人性的洞察 所以我很有幸前几年开始重新泡在北大 去读一个关于哲学的学会 我开始发现当整个事件变得特别特别快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开始去思考这个事件什么是不变的 大家同意吗 因为变是这个事件永恒的主题 而不变是忍性的根本同意吗 如果同意的给你自己一点掌声 我算找到经历了 我还可以讲吗 还是下台了 好枯燥的 我讲这个 哥们儿你觉得还可以讲吗 所以我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OK 好 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去看 我们今天的销售总额在不断的增长 但是却有大量的品牌在不断的丢失掉丢弃掉丢弃掉 他们很快被淘汰了 有的就再也变成了古董 我这个片子很大很大的 我只是剪了其中的一部分 那我们看到 在这样一个如此竞争的过程当中 有更加恶劣的环节开始诞生 什么 欺骗 各种欺骗消费行为有没有 对不对 然后呢各种 哄骗的有没有 各种抄袭的有没有 甚至抄袭的把原创的干掉了 有没有 所以市场竞争不是因为竞争的家具而变得更好 而是变得更加的恶劣 我们今天麻烦了 作为设计师 过去我和我们的同行竞争 今天来了另外一个 他是谁 他叫AI 我们是探机原子的大佬 人家是什么 规机原子的大佬来和我们竞争 所以接下来这个时代 将会变成了什么时代 真的是不知道 但有一点 我们还必须去做尝试 因为不尝试 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 此刻 如果各位看到这张图 我们闭上眼睛 想一想 五年前 如果你还在滕都 你身边是一个什么场景 而在今天 衣食住行 油 购鱼 胶 穿戴 运动 每一个方面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而每一个里边其实都是一个新物种 同意吗 所以 我作为是一个设计师 我不断地去思考 我不断去反思 我们今天是做一个漂亮的杯子 还是做一个不一样的杯子 还是要做一个 改变这个社会的杯子 是的 今天如果你去做一个漂亮的杯子 漂亮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仁 不一样的杯子已经很多了 干嘛是 而你要做的是 真正洞技术是因为诞生在欧洲或者是美国 但是他们在应用技术方面却是非常谨慎的 而新的技术 大量应用成功其实是在中国 所以这样里边其实 更加加剧了我们的一个风险和安全感 但也是因为这个风险和不安全感 让今天中国是在新场景和新商业应用当中 领先全球的 甚至比美国和日本还超过很多的国家 所以这里边也有一个悖论 那么在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地方 就是中国大地上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城市积聚的膨胀 乡村积聚的去衰落 OK 今天这样的交流场所 其实也是不多的 但有一个交流场所相对多一些 就是我们老见面吃饭 对不对 今天跟这个朋友吃饭 那个朋友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们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 是聊天吗 是先拍餐桌上的照片 同意没有 先拍一个自拍 然后去秀 因此我们发现的问题就是聚集增加 但是交流减少 人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 但是心情却越来越孤独 更多的人开始选择单身独居 有没有 那么在这样一个场所当中 他们开始变得消费习惯和消费场景不一样 我们可以去感知到的未来的设计 不是把人们搭到一个大的空间 而是在一个小的空间当中 一个孤独的人物和外界产生链接 OK 我今天的PVD只能讲一部分 我就下场 因为这十分钟了 OK 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急剧的现象是 我们开始看到所有的人 性别不确定 男女可以任意改造 有吗 还别说装修了 是吧 你们那个美颜只是小动作 男女随便改造 第二个是年龄不确定 所有的女孩都希望 这个自己的孩子叫自己 姐姐不要叫妈妈 有没有 对吧 还有一个感知不确定 此时此刻我们分不清楚 我们究竟在线下还是在线上 对 因为边界已经消失掉了 虚实不确定 人生不确定 所有的不确定后面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人性的危机 我们处在一个人性危机的状态 道德标准的边界消失 意识形态一片混乱 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 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变化是唯一确定的 而如此深远的影响 不单是改变了我们 也会改变整个社会 OK 那么我们开始展望了 为了跟上2025年 如果我们这一群人啊 这个在什么基因药抗衰老药的这个影响上 我们争取还可以护到2025年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新的idea吗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东西吗 我们需要的是不断地去学习 不断地去抵代 不断地去改变自己 一次去适应这个全新的社会 我们需要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当中 去感知 去适应这个社会 因为在下一刻 你就会被一个新的物种所替代 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到的就是 我们不再对未来开始有任何的确定 实际上所有人类都无法去感知到未来 尽管我们对未来充满幻想 我们拍出各种电影 去做出各种不一样的东西 想去感知未来 但实际上是很难的 因为未来连大脑都可以被改造 那甚至我们的这个其他新的技术 那个地方以为他献不出来 那么过去所有不确定的事物 更加会加快我们对未来的一个不确定 那么注意是一个设计师 我们开始发现 我回到主题了 但是我的演讲也快结束了 OK 所有的设计师都意味着 你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死位设计师 因为生活不仅仅是建筑 而建筑却包含了我们生活的场景 同意吗 因此你需要去整合到更多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OK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生活以设计的形式 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却是变得非常的真实 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只要是以眼睛一睁开 你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人造物 没有每一个是没有被人所创造过的 就是你家里的树 这个旁边的一棵植物 你所看到的园林都是人造物 因为都是被人工筛选出来的 它和几千万年前的那个植物 都不是一个东西了 那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样一个新的东西呢 这是我今天其实特别想跟大家谈讨的问题 就是基于未来设计的一个思考 第一个我抛出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智能家居时代和大数据时代 我们的生活将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第二个是我们将居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如今的这代人将复活面对未来 因为刚才在这个咱们香港这群小兄弟讲的时候 我就恐慌 他们真是太棒了 我们这代人要向他们学习 但是我相信他们也和我一样恐慌 因为他看不到2025年 对不对 因为他看不到那个时代 所以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 数据又将如何影响数据 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 其实都是二手货 三手货 四手货 都是那些垄断信息和数据的公司 透露给我们的 以他们的商业目的为目的的 一些所有的信息 所以我们能够越过这个数据信息的假象 看到后面真正的东西 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开始说我的观点 观点说完我就下 那你不用讲了 我尽量举速快一点 那么我个人认为 21世纪的核心资产 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石油 而应该是数据 这一点我是坚决拥付的 为什么 因为过去所有的大企业 都是和石油有关的 而今天肯定是和数据有关的 实际上你看一下 加拉斯达克和鲁约证交所的指数 你看到全世界最底线的公司 无一不适合数据有关的公司 不再是过去的沃尔玛加勒夫这种以服务型对别为 类型的公司 所以这样的数据开始让我们去反思 我们是要去做一个服务业 还做一个数据业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 OK 那么 生户以设计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而我们作为生户的缔造者 我们却和最先进的数据无关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如何去采集数据 运用数据 那么 生户的新技术场景应用是什么 我们最近看到特别火的一个案例 比如说火马先生 是吧 他的一个数据应用展示出来的商业 你以为只是败卖寒暄吗 其实后面全是供应链优化和大数据之间的关系 OK 那么商业设计场景和生活的开放性 刚才讲到的严吉佑是典型应用的案 我们不再是一个单业的空间 业态从来没有变 而业种不断地去创新 业种新的交替产生出新的业态 未来的商业不再是单一的 当然如果再加上数据 你的电荷ERP和CRM这样的打通 他就会有更强的竞争力 OK 好 人权 隐私和安全 又如何平衡我们生活和技术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你比如说 刚才你的言起 我不知道有没有上电源自动化系统 从人脸识别 到后面的数据中心采接 但目前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如何将这个系统和你的所有的供应链系统形成闭环 你需要有个数据中心 这一点还是很多企业的难点 OK 设计师有多难 我五天前在清华讲完课 我的学生发了一段信息 他说 设计师是什么 设计师要懂哲学 心理学 会画图 会讲方案 很懂材料 讲话我扣之后 听完我的扣 他有这样一个感慨 实际上今天的设计师 已经变成全世界最难的职业 同意吗 你需要整合到的信息 远远比我们的客户想象的还要多 因为你不这样 你就没有竞争力 但是 其实我们只要有一个东西就好 我们只要有个数据中心就好 因此 将生活作为设计对象的入口 摊索 摊索技术和数据的可能性 观察生活场景中的问题的 基本逻辑的思考 原点是什么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 关键点 OK 那么当技术 进一步去挑战人性 而人性在技术当中 并没有感觉到幸福的时候 我们开始去质问 技术真的可以跟我们带来幸福吗 但不管你是否愿意 技术永远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比如说我举例 今天的腾讯也好 阿里也好 他们旗下的品牌 已经整合到了 衣食住行 游购鱼的方方面面 一旦它的数据打通 你的所有消费行为 来自你的隐私 都将完全暴露在他们面前 这就是我所说的 破解人性的关键所在 大家同意吗 如果它把数据打通 就那么简单的事情 它比你还更了解你自己的时候 你如何去做出你的消费行为 但有一点是不变的 这是我建议给大家的 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 因为你不了解自己 你就会被牵住走 实际上很多时候 我们拼命的透过手机去学习那些 二手的三手的搭计资料 我们以为读了那些信息 我们就可以拼命的去了解自己 其实我们离自己越来越远 唯独你可以静下心来 和你自己对话 你真正了解你自己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才不会变成一个盲目的消费者 被他们牵住走 按理给我讲 我的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老师 好 最后一位讲者是 我们香港室内设计协会副会长 范纳设计市务所创办人 堪红兵机生 谢谢大家 下午好大 下午好 我是要跟你们讲一声 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 因为我是最后一位讲的 而且是整天下来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是星期天 然后有这么多的朋友在这听我们香港的设计师 跟还有赵老师刚才所讲的很多大的理论 今天呢是这个星期我第三场讲的演讲 我刚刚上个星期在马来西亚跟马来西亚的设计师讲了一次 昨天我在IAF问他 那上一次马来西亚讲的 我是讲一些香港的文化的情况 昨天我是讲香港的教育 室内设计的教育 今天呢 因为我们香港设计师 设计师学会定了这个主题 就是新生活 设计师生活 所以其实我要讲一句 就是刚才赵老师讲的是非常有用的事情 因为昨天我们在论坛里面有一些外国的专家 教授们 从德国过来的 他们有讲到左脑右脑的训练 是我们要好好地去思考平衡 我们才能够把设计这个专业再往前推 不然的话我们会给人工智能和解释 我们只是一个艺术家 品位的 这个叫做定位的 做得好的一份专业是不足够的 所以刚才赵老师所讲的都是左脑 我们大家很希望想对思考 尤其是商业策略这部分 那我开始一下 讲一下我们的 这个今天的主题吧 以前我在讲演讲的时候 很少很少去讲一些 我以前的背景 我以前的背景 我的历史 在过去这很多年 有的机会去代表学会也好 去在不同的地方讲不同主题也好 我有个感受 就是说 亚洲区域在现在我们的发展上 有很多生活方式 其实跟欧洲 跟美洲都不同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主动定义成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教育 社内设计教育 或者是我们做年轻设计师 变成慢慢慢慢成长的时候 我们的 回到自己最想做什么的时候 这个思考是怎么开始 那我就问了我这几一条问题 我前几天我把我的 powerpoint 整合的时候 我是来自香港 学内设计的这个训练 我是理工大学毕业的 那你会看到 理工大学毕业的 有些不同的行业的一些代表 有空间 有时装 有工业产品 有多媒体 有animation 有动画 我也是一个老师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我也是一个老师 我在理工大学的时候教授 就是我回到我的五校 教育我的学生 所以刚才有两位 非常棒的年轻设计代表 还是我的学生 非常棒 off他们 然后呢 给你看一下我之前 这是我来的 我90年代的样子 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想给你看呢 因为生活呢 是从哪里来呢 是从 我自己觉得 是从我自己以前的体验 开始累积出来 我的思考方法 当时候我在90年代 你知道我多老啊 现在 我像九龙后 你看得到我现在 我90年代的时候 我有机会 念大学的时候 本科的时候 我去不同的地方旅行的时候 没有Facebook 没有Instagram 没有微信 没有电话 有电话 没有智能电话 我没有都发生 像上传 我只有靠什么 我只有靠我自己的 Drawing 我自己画东西 当我去欧洲 我问我自己的体验 今天听了很多体验 当时候我说体验是什么 我的老师 我很记得我的老师 是一个法国人 他问我 你们每一个人 做一本自己的笔记本 画好你们的体验吧 回来给我看 那我所以呢 威尼斯的热络跟柏林的下雨天 我觉得哈 这个都不是我在照片拍的到的那些明星片 是我个人觉得 这些空间 我觉得他们是怎样的 当然我是念审内设计的嘛 所以我的本科当然让我有很多兴趣去看审内设计 这个呢 是西卡古的Francloin Wright House 如果大家知道 他的这个地方呢 最重要的情况是 Francloin Wright的房子 它里面的温馨 它里面的用的材质 它的灯光 它的温暖的那种人性 其实Master就是Master 所以当时我在现场画的这些感觉氛围 这些是水彩 然后到了那时候还有去一些 Modern Building 你会看到有个是Internals Building的HL 怎么换材质灯光 我那时候觉得天 我还是觉得那时候我还是什么都不懂 那我去印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机会到印度去学 印度的文化 Indian Culture 我们在那留了两个星期在Rajustan 我第一天晚上我拍了照片 这个是我那时候的第一张照片 我们在印度的一个叫做宝旅 以前的国王住的地方 我们作为一个学生 30号人 坐在里面 然后在那边过了一个晚上 在那时候还有自助餐吃 我说这个桌子 一个铁的桌子 在里面下面有个蜡烛光 在那个光透出来的时候 而且有风吹过去 那个灯光是在动的 怎么做得到 太聪明了 太简单了 我们现在还要用LED 还有这个闪来闪去 换换 全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 所以我那时候我跟我自己说一句话 如果能够有机会我毕业以后 我做好我的生意设计的话 我能不能够用一些我自己个人的体验 去开始一些感觉的一些思考 来做我的项目呢 香港 香港是这个情况的 白天晚上 其实晚上是漂亮的 白天很晚 你们大家去香港都知道 东方之珠 它漂亮的地方是灯光 它漂亮的地方是密度 它漂亮的地方是我们的什么方式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在现在长大的都知道 Urban Life Experience 我们叫做 大都会 所谓的这个都会生活 其实我们很密集 我们的速度很快 我觉得成都现在的情况 跟我们相当非常像 因为你们的速度很快 你们思考的方法很国际化 所以当我们经历过这些感觉的时候 我自己跟我自己说 我开事务所的时候 我是2003年开事务所 那今天呢 我的第一个项目 当时我的假发 在我前面坐在座 Pita是我非常非常久没有见个朋友 昨天竟然给我看到他来的现场 成都的好朋友 谢谢你们 那我太感动了 因为今天我还有这个机会去开校 当年我们开事务所之后 今天到发展到今天 我们事务所有不同的代表处 除了香港是我们总部之外 我们在上海北京 成都深圳有代表处 然后我们最近在新加坡跟LA 都有代表处 所以我们的项目要看 也是要叫做解决不同地方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甲方 不同的客户的要求跟需求 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 那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的东西 都是公共空间 商业空间 我称他们为一个叫做是 也是这个符合空间 很多的那种延伸出来的可能性 那当然有一些得奖的作品 在最近也会看到是 这个是去年我们 拿了15个国际奖项的一些项目 那这些项目其实不同类型 也是有不同的可能性 让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下一步做的设计师 应该作为一个设计师 怎么会 好好地帮生活去改善优化 我自己觉得 我们在香港的体验是 居住的环境 其实太密集太贵太小 我们去工作的环境 其实坦白说也是 那个感觉也是差不多 但是我们中间 过渡的空间 在我们居住 留8个小时 工作8个小时之外 你还有睡觉8个小时吗 可能不一定 所以在中间 我们做的intermediate 过渡的空间 我们公司呢 叫清他为 称之为社交文化生活复合空间 在这一点来说呢 我们的希望是 让他们这个空间 在里面可能性 有这么多种的programs 可能我们可以在里面 去想一下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做hospital的酒店 餐饮 娱乐 运动 学习购物的时候 在里面在这些情况上 是不是只是 纯粹是一种 或者是可以交叉 crossover 那情况是 绝对是 现在的情况是 要交叉 复合 所以呢 我们觉得功能 在美学功能这左右两个部分上 我们还应该去讲一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应该讲故事 巨事 narrative 所以在这个巨事的空间上 我们应该好好的把它做一个定位 所以我们最近团队定义了 我们有三个点 我们的项目是 无论它是什么项目 我们会考虑的点是 文化 他们的culture lifestyle 使用者的生活方式 还有营商 business 因为我们做很多的项目 真的需要考虑的点 都要包含这三点 我开始分享一下 怎么去做这些事情 酒店体验 这个是一个在成都的项目 2015年吧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来成都做项目的时候 那它叫天悦 它是一个公共空间的部分 我们做的是它的公共空间 在里面的餐饮 跟它的公共空间 这个酒店呢 其实呢 不是一个一般的商务的需求 它是希望是用艺术酒店来打仗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那时候 我们跟格兰云天管理公司 甲方说 如果我们再做一个hotel 再做一个gallery 去放艺术品的话 我们能不能够在里面 再做多一个可能性 就叫art creation 就好像真的是给车展 给艺术家在里面 在现场去做一些创作 而且这个创作呢 是可能是有不同的媒体的 这多媒体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希望是 那时候我作为一个车展人 不是一个纯粹的设计师的时候 我希望邀请一些年轻的设计师 年轻的艺术家在里面参与 所以这个空间做出来 不一定是一个很一般的比例 它是一个很大的留摆空间 在公共的区域上面 有机会让他们在不同的角落 去挑选他喜爱的地方 去做他的创作 包括他楼上的all day dining 这个叫做全热餐厅 这个全热餐厅 这个全热餐厅 所有的layout都可以浮动 他可以把室内室外打通 可以拿走他的桌子 可以做一个event area 宴会厅或不能厅 然后在这个部分上 我们觉得艺术 让客人在自己探索他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这个空间 希望他的体验啊 是有一些很细节的引导性的 好像去一个博物馆 museum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用推敲一些 他的光影 可不可以引导一些事情发生 去欣赏艺术 在他过渡这个时候 去房间之前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短片 我们应该有个短片可以 中间这个是我自己的创作 他是成都的天空望向 因为这个酒叫天乐 所以所有的艺术家 所有的创作人都有个主题叫天空 成都的一环二环三环 有装置艺术家在里面 然后有一些写文章的艺术家 然后有一些写文章的艺术家 多媒体的同影 这个是一个符合空间 他们可以再开一些casual meeting 拍一些团队 然后贝强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摄影师 呃 他拍成都的老成都 跟现代的成都的生活 做一个clutch 做一个pink 这是他的全热餐厅 这个是一个亚洲菜 所以我们用了这些 山水landscape的一些主题 在延伸天空这个字 这是一个陶瓷艺术家 他做了一些在现场做的创作 后面这个是个年轻艺术家 他是做了一个装置 是用LED跟环保纸 来做了一个好像星光 成都的天空的晚上跟白天 我们主要是希望打造一个结构 给到艺术家 在这个时候 他怎么做他们的灵感的一些引导 他不纯粹是一个餐厅 然后能够在这里做华物会活动 所以室内跟室外是打通的 我们现在当这个品牌在做2.0 在张家界再做另外一个延伸下去的 我们用了另外一个理念去演艺天空 然后除了这个体验 我们今天也讲了体验 那我的这个个人的一些经验来说 我们做的住宅 居住的体验 这个是一个深圳的一个地产商的一个样板 别墅 Sales Villa 它1500平方 五层楼高 我们做其中最大的那一栋大树 我们的想法是怎么帮他去销售这个别墅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不纯粹 也只是去卖一个奢华的材料 或者是里面的风格 而是卖它的生活方式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在调研上面 我们发觉去年我们在美国拿了 Best material is of the year 这个项目呢 是我们当时调研过它整个结构 跟它的楼盘的定位之后 我们发觉它的结构非常像中国的石头园 就是围绕着中间有个中空 它的功能区可以围绕着来做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有那么大的体量 可不可以是这样呢 我们画了第一根草稿给他们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做一个lifestyle luxury lifestyle 我的意思是不是用奢华的材料 是奢华的生活 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你什么都能做 你租不出户 就等于一个mini hotel 一个小的酒店 你可以在里面游泳健身 你可以在里面找朋友来party 你也可以在里面享受你的阳光 在上面你的楚文城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做了一个水河院 我们叫它做 用水的water yard house 所以它的服务局是围绕住 它可以在里面去中空欣赏 视觉上的联通 当然它的客房 它的主人房 有不同的部分 室内室外的连贯 然后它的副一层 是它的酒窖 它的影音区 然后它还有它的副二层 是它的party area 然后它还有一个小的健身的区域 所以这个区域整个空间的延伸 是把它的缝面 这个研究之后 建筑上了 我们希望把它的亮点 在整个室内里面的活动的互动 做一个文章 太阳光 直接穿透这么多层楼去下面 是水 所以这个空间最后成为 我们给它 不做所有的繁琐的装实性的时候 我们只纯粹在研究它的颜色色性 材料 空间的可能的连贯性 还有它的私密度 你会发觉我们整个房子 只有三种材质 就是自然的木 皮 还有大理石 然后这个是它的主人城 它有室外的部分 室内的部分 我们想 那个吊子 那个吊吊我们教师 它能够去喜爱 欣赏这种生活方式的话 它的室内去到没有阳光的地方 复一复二层的时候 是一个抽象的空间 它是一个星光 星夜 白天晚上 它都能够控制好的灯光效果 所以它的酒窖 它的视觉 它的氛围 它的氛围 灯光 然后它在下面 这个是 其实这是游泳池的底部 它我们做了一些灯光 好像是让它 呼应楼上的自然光 这样 这些这样子的吊子 吊信 我们希望把它的人 沉淀下来 在里面 它的朋友沉淀下来 去享受它们所有的空间感 在这个体验上 我们希望创造的另外一个类别 也是做过的是餐饮吧 餐饮的体验 其实我们有很多档次的餐厅 这是一个高级餐厅 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连锁品牌 在中国大陆当年我们在帮它做连锁 这个叫星光八号 这个是第一个旗舰在无锡的部分 一百年的老房子里面所做的 这个就是那个房子 这个房子非常漂亮 它是叫西水洞 然后这栋房子呢 是以前是一个旧的厂房 保留下来 它想做什么 它想做牛排 吃牛排 stick house 牛排在香港跟国内 几乎都是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做了一些调研 发觉它们的氛围体验 就是红酒 牛排 牛排屋嘛 你可以想象到这种氛围 应该差不多 但我们问我们的体验的时候 我们在想 如果这个是一个浪漫的情调 我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跟女朋友去拍拖 candle light dinner 很重要 像是珠光晚餐 所以能不能做一个星夜 在那个房子里面是 叫candle light dinner under starry night 这个一句话 怎么做呢 就是把这个房子 保留所有的结构 我们把它摆留下来 我们加一些 一个新的光源 这个是星光吧 它叫星光拔号 所以我们叫starry night dining 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房子里面 白天晚上 都是晚上 然后你在哪里坐下来 都是在星夜下面 吃东西 平面图很简单 正方形一个老房子 我们把它隔了厨房 然后有中空 我们把它延伸上去 有一个私人的会 VIP用餐区 那个VIP用餐区 是可以随意隔短的 那有自由度 也可以做一个birthday party event area 因为它喝酒 红酒跟牛排是分不开的 天花 当然我们可以希望是 垂掉很多星光 那我们用了很简单的方法 用Fiber Optics 用光纤 在外围 这个里面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连名字都不想放上去 我们只不只能够做一个新的logo 这个logo就是一个靶子 好像有一个牛角 一个样子 然后有物可心 物可心是必须的 所以这个logo在国内做注册 是非常快就通过了 然后我们的室内是 在光纤下面的星夜下面 有不同的区域 在它的天空下面吃东西 所以它的外围 只放了一个logo 连名字都没有做 然后记得住这个logo之外 就是它的颜色 我们用了一个 纸红色的主调给它们 另外就是浪漫的情调 晚上 白天 它本来的结构 本来的skylight 我们都好好的保持 墙体水泥保持 我们只把那个地面画了一下 然后放了一些不同的布局 这个是它的中空的区域 那你会看到我们做了一些两层高的酒架 让视觉延伸去上面楼上去 然后这些雕塑 其实都是我们用了 那个叫做1比1的去调圆 那个牛的形状体量 我们的final 然后在那有semi open area 有VIP table 楼上是VIP 所以这些隔断就好像回到它的客厅 它的家里面 一个老房子里面 我们让它可以slide 可以活动 我们做了很多场景 给它们去选择 那你会看到这些灯 让它沉淀下来的感觉 就更个比较private 比较私密度 比较提升 洗手间 每一个客人在那边洗手 他要经过我们的logo 他站在那个logo上面 他的脸刚好就是圆圈的中间 他自然就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我们还有做了另外一种叫做调研测验 叫做运动体验 我们每一天都很忙 所以却做运动是很重要 所以在做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体验能够怎么去再提升呢 这个是一个叫舒适宝的品牌 香港的30年历史的品牌 他们在去年找我们做了一个rebrand 全中国重新再定义它的风格 跟它的体验 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呢 去做了一个调研 所有的健身房几乎差不多 他们要给你的情况就是 很多机器很多机器 然后你在里面 在一个工厂 类似这种感觉上去做好你的运动 去减肥 去收身 去做大街 这些楼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 既然他还找了他 国富城做代言人 那卓富城给到他是什么呢 一个是有动感的空间 OK 那有动感的动起来 这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就是应该动起来 所以这个空间自然 它也叫physical的话 我们就说定义很简单 有能量 有速度 有韵律 有音乐 当然 我们的空间 当首座第一架在上海 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楼底很高 这个楼底 估计大概有六七米 这么大 这么高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的平面 这个平面是很怪异的平面 因为它不是规律的 你放机器也很难放 所以我们排列的时候 我们希望是打破它的可能性 我们做了一个否面的study 否面是 我们不从平面开始 我们从否面开始这个项目 所以这个项目呢 是可以是一个叫dreams game 那我画的第一笔的草稿 就是这个 我说地面有意识的把它变成墙体 有角度的给健身房 必须要给个视觉的电视机 盘在里面给前面的 后面的在后面的人看 它不能角度 绕到天空 天空它不是天空 它是一个打投影的可能性 让它有些活动 暖身 wamp up coo down 在那边可以跟住节奏来做事情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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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节奏就是我们要给他们 一进去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开始 开始大脑震荡的时候 就做了这些事情 我把这个空间定义为它的 ergonomic 这个是它的角度的study 然后我们最后让这个空间很纯粹 希望它的上半部跟下半部有两个功能 上半部是一个很大片的实体 下半部是虚拟的 这都是镜子 就是浮起它的电视机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空间是他们做 就是对抗重量 他们在里面可以做伸展 如果你们去做健身房 应该要拉筋 在这个部分可以 所以我们最后的呈现的地方 然后还有现场的情况 让我们有这个引导性 灯光很重要 我们把所有的灯光 重新改造成一些统一的光源 让这个光源减少它的glare 减少一颗颗色灯 就好像这个空间 我们上面有很多色灯 我觉得这个事情 非常影响我们做运动 让我们把它含蓄的做这个事情 所以它不是一个装饰 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所以每一个经过这个空间 进去最终是要经过一个虚拟的波渡 在这个空间你会看到有投影 让它的脉搏 我们的BPM 开始打这里出来 然后引导进去不同的区域 有私密一点的区域 恰堂的空间 有经过这个空间 看到有一些 Speeding Room 我们叫骑单车的Dancing Room 也是半开放的空间 这些灯光去引导他们去进去里面 自然形成了一个过渡的指引 我们的电视机的角度 还有一些Private Training Area 这个房间呢 我自己是最喜爱的 因为我去做健身的时候呢 我进去的时候 因为这个房间进去是红色 就是你在里面呢 你还不运动 你就发觉自己流汗 因为很热 你过了一个小时 你就觉得这里瘦了 你在上班的时候 觉得OK 我有功能 有效应 所以这就是我们叫Red Room 这个时候就是伸展的空间 他们可以做 根据他们的人体工学 做了一个价值的小部分给他们 然后他们躺在那 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Pattern的投影 让他们放松 然后他们还有要去换衣服 所以他的Changing Room 进去里面是从非常冷静的 注重Focus做运动去到RELAX休闲 而且这里面的灯光跟镜子 可以照到很多他自己 不同好像一个化妆间这样 让他们很漂亮的离开这个空间 尤其女孩子 还有一个女孩子的小房间 给他们 也是另外一个红色的房间 用光 先让他们Time Down 然后也是看电视 舒服的看电视 最近我们在帮他们做2.0 他们有游泳池 游泳池的情况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基调上面去做什么 所以最近呢我们把它调研成 我们要放多一个EGO进去 就是你做完健身之后 你能够达到变成什么 你变成什么人 你能不能够想像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去听歌跳舞 music dance 这个就是GIM本来要做的事情 绝对两个要结合得好 所以我们在想 不如我们让这些来的会员 他们来做这个健身的时候 做完以后 他们觉得慢慢他们变成好像 现在最流行的嘛 kpop kpop artist都是漂亮 身材漂亮 男的帅 所以如果这样的体验 他们就好像一个performer 好像一个歌手能够吗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健身房 它是一个表演的舞台 那会怎样 所以我们把这一条方程座 做他的体验的时候 我们开始用光 开始用颜色联系 那些氛围 蓝色等于什么 绿色等于什么 红色等于什么 然后我们把这个Dreamscape 重新定义成一个缝面的话 我们用里面 应该需要他们得到什么改变吗 我们的天花又得到什么改变 我们能不能够加一些新的可能性 就是隔断的时候 我们加一些放到很大的肌肉 就是我们的Muscle 然后在里面我们变成我们的皮肤 这个就是我们健身房的Frazzard 每一个店以后都有这个皮肤在外面 很Sexy的去半通透看到里面发生的灯光 这个正在做Construction 现在 然后他的跳舞方式可以改变所有里面的光 这是游泳池 我们说Follow the Line 你跟着一条直线去游泳是最好的 所以你这个线条一路游过去 你就是奥运会最快的游泳 所以这个是锻炼他们的 用光线来引导 帮助他们做运动 他们的更衣食 现在我们也在做另外一个学习体验的情况的延伸 Learning Experience 这个是一个小孩子 我们没有做过小孩子 从来没有 以前 加上我自己还没有小孩子 所以我要做很大的调研去做这个项目 这个呢 是to our surprise 当我们做这个项目之后 我们发觉很多很多 刚才Kyle也在做很多小孩子 我发觉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原来 我估计Joey也是今天早上 他也有讲到 这个项目在深圳非常小 这个项目 当时他邀请我们的时候 他拿到一个叫Haba H-A-B-A H-A-B-A 他的一个德国的一个教育的体系 训练Preschool 就是Child Education 在学前的年龄的学生 那我们做了一个平面布局 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Prescape OK 小孩子在里面学习 原来不应该再做钉钉 给他自由玩 玩 他们会学东西 他们交朋友 他们很喜欢来上课 这是我们把它心理去调好 这是更重要 他们会吸收很快 所以我们几乎这个幼儿园 我们也不要叫做幼儿园 我们就叫做一个Playground 叫他创造他可能性 他自己定义他自己要做什么 在这个公共空间里面 他可以在里面交朋友 或者是躲在一个部分去看听 多媒体的教育吸收 或者是他也可以在这里学习 好好去换鞋子 在这里换衣服 好好的有规律 Discipline 也可以在里面做老师 我们做了很多老师的一些可能性 给他们自己做老师 还有他们可以在这里 沉淀一下 我们给一些空间压抑一下 在那里面挖了一个小区域 给他们做图书 小图书的学习的部分 这个小图书的部分 挖下去的部分 其实变成这个楼底非常矮 这个就是大人进不去的空间 只有小孩子 在里面个人变成他的个人空间 在里面他们做很多很多的游戏 而且我们尊重小孩子之外 尊重大人 大人父母也在那个地方也可以交朋友 所以呢 这些扯度 我们都是给小孩子进去 大人进不去的这些房间 当然如果大人要进去 我们的门中还有一个门 这个大人的门 是同一个空间一路进去 他们有先后 大人先让小孩子进去 大人才进去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上 我们让他学习 在洗手间 当然也好好的去联通 就学习吧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的这个体验 给我们达到有另外一个 挺好玩的学习的 我们自己学习好 怎么尊重小孩子之后 原来购物的体验也需要这种体量 所以我们现在在香港 帮这个新世界的地产 他们有一个新的地方 叫K11 香港的K11 在尖沙嘴 明年会开一个商场 叫K11 Music 我们这里面有帮他们做一层楼 这个项目呢 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他们找我们的时候 说这个部分 New Kids World in Hong Kong 我们的定义是要不错 他尽管是小孩子要给他 Ego Expression 那我们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还有一些多可能性的 是多元智能 这个Philosophy是很久的 Edward de Bono 这个学者 他说多元智能小孩子 要训练这么多东西 当然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东西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商场 那我们能够挑一些最重要的东西 在他学校里面做不到的 而且做不好的 而且是互补 我们把它挑出来 放在这个商场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商场 整个空间里面呢 我们的客户的中间 我们做了几个点 一个叫Body 一个叫Mind 一个叫Soul 我们在做钓研的时候 发觉流动的区间是需要的 因为自由是需要给到的 小孩子 还有 我们应该给小孩子去看一下 在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室内空间里面 他们在这个体验上 他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无论它是一个下午 或者是分开一个星期 或者是分开不同时段 再回来也也是不错 我们定义它叫Kiss Kids Rock Shopping 在里面有一个好像一个训练体育 体育就是要它动起来 继续的动起来 所以我们大人让它在一部分 小孩子在另外一部分 我们有连贯性 让他们看到小孩子的活动 也可以做比赛 在它购物的体验中间消磨时间的话 在这个空间可以欣赏 或者是在等待的时候 三十分钟一个小时 做一些不同的活动 他们训练他们的 就是Gym的experience 或者是它动能 另外我们也觉得 这个商业的业态 有可能可以贡献付出一些 program给这个空间吗 所以在中间我们一起研发了 一个叫做Mind送出来 这个是在不同的店 会有些东西可以给他们去学 比如说小孩子的厨房 他们学健康的餐 那么大人小孩子一起去学习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叫Mind送 当然他们做好一些活动 做好一些作品 要发布 我们小孩子 我小时候最喜欢就是画环图 贴糖贴在那个墙壁 老师说好棒 这个是一个ego expression 那我很喜欢画画以后 所以我觉得贴糖这个 发布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soul zone 它的灵魂 它叫connect 我们做了一个电子版的画画版 或者是黑版 这个电子版是360度的 它会播媒体的呈现 所有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 而且用Facebook 用APP 用社交媒体去发布 而且他们可以在这里欣赏 大人在这里欣赏小孩子的作品 我们建筑这些体验以后 我最近回到了成都 我今年也是有这个很多时候留在成都的时候 我们还有个叫成都体验 这个是我们在环球中心在这里没远的地方 我们正在改变成都的这个环球中心里面的不同的空间 我们也在文宣 文宣就是新华书店的品牌 我们也帮他们在做儿童的新的品牌的书店 里面也是符合功能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室外的空间 不是室内的项目 是一个叫东郊记忆 我估计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创意园区 我们在帮他们在做改造 我们应该用历史新职在做 因为他们是用显示屏 他们是做显示屏的很多年前 798在北京是做visual arts 成都的东郊记忆是应该是做performing arts 表演艺术 所以我们有科技有舞台 我们就把这几个事情加在一起 变成不同的区域 这几个项目呢 明年会呈现 很快会呈现 最后我希望也是分享了这么久 有两个字我希望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当我们做设计 design space 我们会有最后的一个ultimate goal 是让他有人的活动在里面去考虑 user-centered design 所以我们应该创造地方 make place 那最后我们能够得到在中国 在亚洲区 讲给欧洲的部分 讲给美洲的部分 听 我们重新定义了我们城市的生活 urban life reinvention 好 谢谢大家今天我的分享到前面 完结 谢谢 好非常感谢Horace 我们今天非常的丰富 对不对 今天下午的所有的分享 我们希望能够借助大家 以热烈的掌声 来谢谢我们的Horace 还有我们今天下午的所有的老师 跟我们的分享 热烈掌声 谢谢 然后呢 我们这个活动 这个交流的活动 事实上是拿到了香港政府的一个资助 好不好 然后呢桌面上呢 我们有一个问卷 活动的问卷 非常感谢 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填写一下 让我们有依据呢 再次向我们的主办单位呢 能够申请这个资助 再来跟大家 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有一个交流 好吗 谢谢啊 如果填写好了 那个问卷了以后呢 我们外面有工作人员 帮我们收这个问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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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